這什麼消息出現 一句話說住這個疫苗後人過往期的消息 有哪讓民眾有煩惱 這代代病院有哪兒調開山頂 記者回教師 現場白天要住的 年期開始有漏白 今天都是受到新聞 事件的影響 晚上還住的這個死亡 路和其他人類 其實不都不差 也是要調查加快破 才會知道說真正的死亡原因 本土新冠有正在在關卡 後來從六月十五開始 大規模煮AZ疫苗後 累計通報失望的案例要恥修在驅館 雖然這回中心幾次公調說 煮疫苗的好處是坐過壞處 不過要受賣賞民眾因為有疑慮 來煮這些人有變得比較少 不然臺灣已經有兩種白煮的新冠疫苗 也許 瓜哥關心說 未來如果有更多白煮的疫苗 還可以藍在煮 像這次代代病院 這當病院議長在裡面說 後天實驗 已經證明疫苗可以藍在煮 不過藍在煮有所謂的風向性 可比前一天煮AZ之後 第二天可以煮莫德納 給這些是BNT 比較不會出現火格的情形 外國的研究也發現說 前一天煮AZ之後 第二天煮白煮 會判成大量的控制 而且控制還可以重新賣賭 BNT的RN疫苗 那就可以看得到它的抗體的幾何平均值呢 就從71跳到7700 就幾乎增加100倍 S蛋白的抗體從98跳到3600 所以各位就知道 然後綜合抗體的陽性 從34%跳到百分之百 AZ分著RNA呢 其實看起來效果是比兩劑都是AZ 效果好 因為抗體看起來是高非常多 那如果用廟煮頭一檔跟第二檔期間 要計多久的時間 這要持續有保護力 鄉立民說 只要身體裡面 不用用系統 還會記得頭一檔有辦法變適 就可以煮第二檔 目前政府是規定頭一檔煮料 計八禮拜至十二禮拜 就要煮第二檔 不過您曾試驗發現說 其實超過十六禮拜以上 也許真有保護力 記者綜合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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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